哎呦我去这东西太重了 抬不动啊 看来这利能钢顶套做不出来 是没办法干大工程了 看看这要求 红蚂蚁部位 红蚂蚁头 好的一秋 我他妈来了 究极无敌 碎石毛准备好 这个蚂蚁这么说的 看来这头部也大 就是你了 吃我一枪 哎 这个家伙怎么长得不一样啊 你干什么 哎 哎 哎 我来个去 这个地方还有蚂蚁卫兵 本来以为能大杀特杀的 看来需要改变战术 绕开兵蚁 指导工蚁 今天咱们来当个森林中的猎手 悄悄的前进 嘿 吃我一枪 果然不扛打 哎 什么东西 过去 后面看一个兵蚁 这帮蚂蚁太厉害了 超级无敌 碎石毛都无法正确的击败他们 但是拉开距离还是可以一战的 这武器 不管可以近战 好像还可以远程啊 果然可行 这个方法不错啊 但是有一个弊端 发射以后就不太好拿了 太危险了 那就干脆多特喵的做点 说干就干 嘿嘿嘿 这够蚂蚁喝一壶的了 来吧 臭蚂蚁们 锁定敌人发射啊 这敌人有点多啊 我们改变战术 倒车进攻 这蚂蚁在我们的远程打击下 败得体无完肤啊 远处还有打斗声音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我靠 这热闹了 这花大姐还跟蚂蚁干起来了 这家伙防御够高的 这么多蚂蚁都打不死它 哎 我有一个新点子 嘿嘿嘿 这家伙可以当我们的坐骑 来吧 成为我的坐骑 无敌大甲虫 就决定是你了 上 看枪 臭蚂蚁们 咱们现在是远程炮台 下方有花大姐作为底盘 防高血厚 昆虫版 鼠式坦克 有没有啊 单枪体重 决战蚂蚁窝 这群蚂蚁还挺恋战的 我们左一枪 右一枪 蚂蚁全员团灭 溃溃成军 看看这尸横遍野的战场 仅是只工蚁跟兵蚁 死在我跟花大姐的强强组合上 这回收购很特多啊 蚂蚁材料装的那是盆满钵满了 很听话哦 现在跟我回实验室吧 哎 你干嘛去 哎 哎 这边 哎 哎 你要先握杀驴啊 哎 我靠 这花大姐差一点给我甩防顶上去啊 材料我们有了 来制作蚂蚁装备啊 蚂蚁之力能钢顶套制作完毕 我们来试一下搬运效果 果然是 力能钢顶 酸 广 alive 闻 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